在我的个人YouTube频道上一期的视频中呢 讲解了几种目前能够顺利使用的翻墙方法 当时呢 重点讲了Surf Shock 微频 然后呢 介绍了一个能够翻墙的浏览器 当时我购买Surf Shock微频呢 是兼于当时Express微频有几天无法登录 所以呢 为了我的正常使用 我当时购买了那一款微频 好 现在呢 很高兴的告诉朋友们 Express微频能够顺利的登录 能够顺利的连接 好 咱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是2019年3月7号 20点25分 我今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呢 我打开 试了一下最更新的这个最新版本 发现能够连接上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 香港市 洛杉矶5 香港5 还有东京1 还有这些 现在目前都能够顺利的连接 但是我并不后悔 当时我购买的Surf Shock这款微频 但没我在上期视频中也说过了 我当时总共花掉了是47.76美金 折合人民币 300多元 这一款微频呢 虽然是收费的 但是能够用两年 我就把它当做一个补充 在ExpressVPN无法连接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一款微频来实现我的目的 来实现我税率上网的目的 截至目前为止 我现在付费的是 就是这两款微频 我相信在我以后登陆互联网的时候呢 我应当不会再有什么阻碍了 在前期视频中 我讲过 ExpressVPN这一款微频呢 节点多 速度快 并且它的服务很好 尽管有几天的时间没有连接上 但是通过对和工作人员的沟通 它没有百倍的信心 一定能解决碰上的问题 果不其然在今天 这款微频 在展美中国大陆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是一款在我们中国乃至全球使用最多的一款微频 下面说一下我的个人习惯 在登陆一般网页的时候呢 我就不需要连接微频 因为我有安装的一款能够自动翻墙的浏览器 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打开微频 比较麻烦 直接用这一款浏览器就可以使用 它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我测试过它的速度要高于savshock这款微频的速度 目前为止 来说呢 速度最快的还是express微频 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也没有其他的新的内容 有两个目的 第一高兴的通知朋友们 express微频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再一点就是建议朋友们 可以在适当的机会选择一款备用的微频 好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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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